小意思這個人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他檯面上就是人耐瘋 我把他翻開了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私底下 真的是一個很安靜的人 極少人看得到 其實他私底下 他都說他自己很不濃 他脫離開港的時候 他借了一個姐姐好 因為他獨立扛 他分擔所有的壓力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處於一種壓力 然後很不安的狀態下 因為他不知道說他到底 會成功還是失敗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就很像一般人 就是不是明星 就是什麼國際醫院 他就像一個需要媽媽幫忙的那一種 補助的小孩 然後Ella的活動就很開心 他有一段後台有分享一個很好笑 我們就問他說 你生小孩的時候聽說內疹很痛 他就說 阿有Gabben說 沒馬中那麼出進去 你都不會痛 你還怕內疹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還怕內疹 進取獎的時候 我們就是五月天後來有受訪 他們很可愛 他們一來的時候 他們有在訪的時候在一個積木 積木餐廳 然後阿信跟瑪莎一坐進來就說 嗯 他們在身上是積木耶 然後他就 噗 就感覺 有點 然後我同心 可是是同心 就覺得有點可愛 因為很難得可以訪到他們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大家就是大家來個合照 然後因為阿信坐在前面 我們就要坐上那個桌子啊 然後阿信就幫忙扶 扶那個桌子 他就說 不是一個人都壓著 然後他要扶我 就好 沒有啦 走開啦 走開啦 你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說到膠鏡頭 當初剛認識他的時候 那天我準備了20題的題目 結果呢 這位肖先生當時非常的避暑 他五分鐘 不到 就把我的20題打死 因為他的答案就是 是 好 不是 所以他當時有神話一尊的封號 我不用解 別人解 別人解也可以 那邊就敵人解 敵人解 敵人解 可是呢 現在的他 我覺得已經不是神話一哥了 我們應該改口叫他 愛心一哥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 演藝圈最有名的那種 愛狗人士 他9月4號的時候 不是在臉書PO說 他的那個愛圈 咖啡不見了 當時記者一起去的幾位就說 他就這樣開始在撥草叢啊 到處尋狗啊 然後也不會管他 這裡是哪裡 他就在那種公園啊 到處傳說 驗神 都是焦慮的 他只一心一意的在想他的狗的事 我只知道腳步都還扳家 然後因為我可以踩小小便 然後我 我只知道的時候 他有個小小便洗衣來 對 你很久啊 對 然後我對 所以你看到他就跟他說 到這裡是這間扳家 那你那個 提依達如果你不要的話 我願意二手跟你買 然後隔了五天 然後他就請助理跟我說 他要寄給我 他走 就我覺得感覺是 他還記得這件事情 前小豪是2013年 因為那個 殭屍那部片又翻紅嘛 然後他今年初月是 拍了另外一部 跟殭屍有關的片子 然後他來台灣宣傳 我覺得前小豪也非常用心 就是他訪完之後 他還 在那個飯店的房間 錄了一段大概10秒鐘的 那個短片給我們 而且他不是那種罐頭的哦 每一個人他會專屬錄一段給你 是柯林佛斯 And let me teach you a lesson 想說難得訪問他一次 然後我們就會想要合照機會 虽然說他經紀人說 嘿等一下你們不能合照 結束之後 他站起來之後 我偷偷遞一張紙 逃過去 Can we see our feet 之類的 他就一看然後就說 OK啊 OK就是來吧來吧 他一講這句話之後 跳出來 跳出來就說 他就指著我 他就指著我說 不是說不能合照嗎 我就認住 認在那邊 然後柯林佛斯又跳出來說 不是 那是我的意願 聽到之後就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的一個 溫暖的一個人 我就跟他說 非常感謝你的 你的熱心與仁慈 我會永遠的銘記在心 當時怎麼跟他講的 沒有就是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I will remember this long life Thank you I love you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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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慘 我寫了一首歌給他 I love you